她是我女儿,她叫小草,她已经三个月大了,对不对,半岁多了,对不对,真糟糕,我最近怎么老是糊里糊涂的,你不能这样,你不能不认我,我放开了那么久,怎么这么多人要见面了,你怎么不能不认我,跳上一个枕头呢,不认我 你不要这么大声哦,突然给我娘听到了,她会好生气,好凶好凶的骂我,她对说我不会带孩子,她都不让我碰小草,放小草 那是九年前啊,没事的小草,只有枕头这么顶点大,她经不起折腾 不怕她送走,她能活到今天,能长得这么好吗 你的不清不楚,已经是亲人泥散了九年 现在孩子回来了,一声声地叫你啊,瞧着我的心头回来了 你怎么能还无动于中,能不能傻傻的去抱这个枕头呢 你不可以这样,你要像样一点 把枕头给我,把枕头给我,把枕头给我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不是你的孩子 这是枕头 你 外婆,外婆 外婆,你把枕头还给你了,别吓她了 他抱着枕头 你不要抱着我一样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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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怀疑 是原来 你 想你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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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没有用 外婆 外婆 你送出去了,外婆真的不是你个好外婆呀。 外婆,我都知道了,阿姨就要告诉我了,你是因为她爱我,才送我走的。 外婆,你是最好的外婆,你是因为她最好的外婆。 夏草,你喊了外婆,你是你们外婆,那我们呢? 我们是你的爷爷奶奶呀,你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那要喊我们一声吧。 喊啊,你心里有这份感情的,妈就把它喊出来啊,喊出来。 。 老板,老板。 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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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老板,我才不爱你们呢,你们把我娘弄成这样子,我都不爱你们。 大伯 我带来给你一起住 我帮你叫姑娘 不 千万使不得 你不能回来住 为什么 以前我是小娃娃 你忙不过来 才帮我给送走的 现在 你长大了 你当时也照顾自己 而且 还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反正 我是姑娘跟姑娘分开了 不行不行 你不知道 好富兰发起病来有多严重 会伤人的 这很危险 带走带走 你们快把她带走 你们根本不该带她到这来的 我让你们都不要我了 现在你们都不要我了 现在反正你不要我了 我都已经认了你了 你怎么还都不要我呢 你是最好的外婆 怎么会不会让我呢 小娃娃 虽然她抱的是个斩头 但是她知道那是我 死都不肯放手 要不是她现在病得不认人 我就不会没有了 娘 你保护我 你保护我 我要保护你 反正谁也别想再把咱们俩人分开了 你一定要带树兰 跟我们回傅家庄啊 对 不然小草真的会留下来 她一倔强起来 谁也拗不过她的 你们是谁 她是青青 我是何世伟 我们都是小草身边最亲近 也是最关爱她的人啊 是啊 我知道你们 海叔把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告诉过我了 那请相信我们吧 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们不是外人啊 我们都绞进这个故事里很深很深了 看看今天一切的悲哀 都是往日的恨所种下的因 使得我们这么多人站在这里痛苦流泪 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再延续下去 一个十年 两个十年 三个字 自身都要不断的承受 不断的有人哭泣 痛苦 当然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当她把你的怨恨 从你的思想中凑走 留下你的爱 为了爱树兰 为了爱小草 跨进不家中的大门 就不再是那么困难了 我求求你答应吧 现在小草是一定要跟你们在一起 那么就凭你的决定 是要留在这儿 还是回傅家庄 要求求你学后者吗 我有成心成意地求你 给我们机会安叔来 安小草 好吗 让我们祖宗三代团聚吧 要后悔一起痛 要哭一起哭 要后悔 要弥补的都一起来做吧 别故事 熬了十年 还有心理 跟我们大伙回傅家庄吧 好 祖宗 书来 欢迎你们回家来 娘 这是哪里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一文 你们要帮来跟大家一起住 娘 你不用害怕 从这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照顾你的 是 娘 你不要走开 你要陪着我 你要待在我身边 这个好奇怪 好奇怪 我的房间 我要回房间去了 小草哭了 她也在害怕 我看我的房间给他们住吧 这样对她也许比较有安全感 这本来就是袁凯的房间不是吗 我搬她西厢房去住好了 说不对 袁凯的房间 过去是她最熟悉的 老婆 跟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 好 走吧 走吧 把你回房去 爸 你们别跟来了 免得她更紧张不干 我会安抚她的 走吧 她们蒙你相认了 那她喊娘 竖然也认得她 不是的 竖然认得是她怀里的枕头 她记得那小草 还是强保中美女儿那么大 那么 她认你们了吗 我听见她喊猪嫂外婆了 她说 她永远都不会喊我的爷爷奶奶的 当时她说这话的时候 你没看见她的眼光 好像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我的心上 狠狠地做了 一辈一辈 她不能恨我们 她不能好恨我们 你说这句话 她被你们的爱 可能一下子决定消失 所以她意识你 全是她的娘 没有丝毫的空气 能够容纳你们的 你耐心一点 给她点时间 她心中的那把车 会慢慢地平衡过来 好吧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她心中的那把车 她心中的那把车 都不愿意 她心中的那把车 她心中的那把车 娘 我就是她 她以前这么小 然后 我觉得你听我说嘛 然后她一年长大一点 九年后就长成我这么大了 娘 我就是长大后的小草 你怎么又有天空明白呢 小草乖乖乖不开 娘在这里 没事啊 娘 娘 可能孩子 你不要再试了 她就是这个样子 你跟她怎么说 她都会明白的 她跟我们 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你们应该走 那你先告诉我 外婆 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样 我才能听到娘的世界里 她是我娘啊 怎么样 我才能跟她在一起呢 你们不要哭嘛 好 我让你们看待我的小草 你看 这是她的小手 这是她的小脚 好可爱是不是 你想想摸摸她 我让你摸 可是 你有亲力哦 我让你摸摸看 她笑了 她笑了 你们看 杨安的心甘爪贝哦 杨安最爱你 杨安最爱你了 乖 你会唱歌啊 我 那你帮我唱首歌 我小早睡觉好不好 小只穿水上飘 轻轻走满阳 我 飘到去 飘到东 飘来飘去 不见了 穿而不见了 我 碰到 你会唱歌吗 有 connections 我唱歌 你会唱歌啊 你会唱歌啊 水上飘去 小 Peach 它是 オf 谢谢你 我爱你 你会唱歌啊 你爱你 我爱你 飘来飘去不见了, 穿而不见了。 穿而迷,月儿高, 江枝船,风中飘。 穿风中飞浪药, 飘得宝宝水照亮,宝宝水照亮。 穿风中飞浪药, 飘得宝宝水照亮。 穿风中飞浪药, 小草, 小草, 等一下, 我真不相信你会这么做, 你一向是那么懂事, 顺体人意的小孩。 不要这样, 难道往后的每一天, 一天的老爷太太都这么一声不吭的躲开吗? 不管你喊不喊, 他们都是你的爷爷奶奶。 月娘, 不要责备她, 怪不得她的。 太太, 我不是责备她, 我是不相信, 小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前天早上, 在颜凯坟墓前的那个小草哪儿去了? 当时, 她还是那么同情婆婆, 还跟婆婆说, 找到小孙女的时候, 一定会帮忙劝她不要怪婆婆。 我不认, 我不认, 现在出了我家给我问婆, 我现在不要认。 哎呀, 不许这么说, 你不认爷爷奶奶, 拿对的请你死去的爹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现在只有你啊。 你先告诉我, 两三个要我娘认我, 你告诉我啊。 我只要一个生的孩子, 要你不认我, 怎么会这样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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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我家认了我, 我都要认你们。 你们不要逼她了好不好? 再怎么说, 她都只是个孩子。 那她怎么样一下子调整这么多复杂的情绪呢? 天罢我呢, 这是我活该要承受。 晴晴, 快带她回房去睡了。 这一天下来, 也真让她说够。 走吧, 我们回房去。 我去陪她。 我, 我陪你们。 你知道吗? 现在我给你干地, 愿意付出一切来交换一件事。 那就是搂着小草。 我们的孙女, 宏大, 安慰了。 可是我们做不到。 所以请你们轻轻代替我们, 去好好地陪小草吧。 去好好地陪小草吧。 不要再掉眼泪了好不好? 看你这个样子, 我都快心疼死了。 不要再掉眼泪了好不好? 小草, 我知道这些对你是太强烈的震撼了。 但是你一直都是个坚强又勇敢的孩童。 想想看, 你寻找海爷爷的决心。 想想看, 你出车祸的时候那种为生命奋斗的毅力。 你真的不简单,你知道吗? 这么与众不同的一个孩子, 我会尽是哭泣伤心的。 你哪有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 我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对不对? 对, 我还有好多事要努力去做。 我要好好地帮外婆照顾你, 让她好起来, 能认得我。 我们都会帮你的。 全心全意的。 我们三个人自从误打误撞在一起之后, 所碰到的各种困难不是一一都被我们克服了吗? 这次也难不倒我们的。 好了, 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先好好地睡一觉, 把精神养足了最重要。 对了, 赶快睡觉。 来, 好好地睡一觉。 睡一觉好啊。 把眼睛闭上, 好好地睡。 遥? 好, 不听我了。 我飩爱。 你飲飞了, 你飞了。 你飞了? 我飞了。 我飞了。 我飞了, 你飞了? 小草 小草 小草快出来啊 小草 听说你娘给接回来了 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恭喜你啊 谢谢 是 病了太久了 人又不是很清楚 她根本不认得我 没关系 父母那么严重 不是也给治好了吗 咱们要有信心呢 可是 我觉得 我娘比的够严重 别难过 在相隔这么多年之后 终于身世大改 使你们母女重逢 这是件大喜事 我娘可绝不希望你能够自己身心 她是身不有主 如果 她也丝丝清醒的话 因为她一滴眼泪 都会使她精神万分的 小草 你要勇敢 要加油啊 她会心疼我的 是不是啊 那好了 我不哭了 我不哭了 我要为我娘勇敢一点 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好了呢 变得清醒了 就像婆婆那样 所以 我不能老是这么爱哭 这才对啊 别忘了昨晚我们说好的 那坚强一点 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 过来 过来 让我提醒你一件最重要的事 明天开学 别紧张 该办的事啊 我都办好了 什么教材 课本 上课时间表什么的 我统统都弄好了 我知道你一回来 肯定是忙得分不开身 所以我就一手包办了 还许以后 可不能还是有我一手包办呢 是 我知道 谢谢你啊 你真的太辛苦了 索性现在树兰已经接回来 我也比较安心 可以并下心管管我们的学校 从明天开始啊 一切让她步上正常的轨道才行 嗯 可我不能上学啊 我年轻的那个样子 我怎么还能去上学呢 我要留在她身边照顾她呀 我好不容易才跟娘在一起的 我要陪她 一步都不离开的陪着她啊 答应吧 这个情况底下 你就测准她不用去上学嘛 像以前那样子 晚上再教教她 好吗 好吧 也只有这么办呢 大哥 谢谢你 对啊 嘿大哥 你 看我哪去了 她跟闺女娘 会小心看她外婆去了 她还不知道你的好消息呢 要是知道了 还不早就跑来了 小草 你们住哪间房 我们可不一起看她 我把房间让给她住了 那本来就是袁凯的房间 我们都希望这房间 能够换回她的一些记忆 这是哪里啊 东西都不对 这不是我们家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别怕别怕 娘来告诉你 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是傅家庄 这儿才应该是你真正的家呀 傅家庄 傅家庄 你不会忘记的 这三个子 曾经改变了你的一生 你怎么能忘了呢 你十五分 家乡发大水 接着又闹饥荒 后来你爹又中风病倒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就把你卖到了傅家庄 做丫头 你进门 便派到 给你童年里的少爷房去伺候 这是命中 在那儿 我真的会让你老师 我肯定有 我肯定有 对你 我肯定有 还要不合谅 甚至你 很黑 你不要 他要有 我肯定有 你有了感觉了是不是 这间屋子 再也没有比你更熟悉的人了 你前一放下回家来看我 好得意的跟我说 少爷要什么东西 你闭着眼睛 就能知道在哪个贵族 哪个抽屉里 你是拿自个的命 在爱着这间屋子 和这间牧族的主人的 你怎么能忘 怎么能忘的 远凯 笔 对啊 远凯要解释要做文章了 我比上默默 默默 默默默默 劝君 沐石金吕义 劝君 洗取少年时 劝君 沐石金吕义 劝君 洗取少年时 我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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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君 莫行金 女仪 劝君 洗取少年时 劝君 莫行金 女仪 洗取少年时 干嘛 够了 不要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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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不能 笨呢 人该交费的时间 那么几句 我都记不住 我 启死了 启死了 不 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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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菜呢 他人吗 我保了是不是 他过我不好好的学 不用工 他不理我 怎么办 怎么办啊 原菜 原菜 你不 怎么办 我回来 我跟他解释 原菜 不来 原菜 你放开我 原菜 这是我的身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这是我娘的身 小草 他为什么叫得那么惨 你马上怎么了 我们也刚过来 不知道什么状况 你们先等着 我过去看看 你过着孩子 小草 小草 不要放我 原菜 我要跟他解释 他没有 给我走 怎么回来 原菜 你不要放我 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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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 你不是原菜 你也不是 让我过去吗 我跑过去 都不是原菜 小草 不是 我 我是跑了 就能把他抓出去 不要 你找我吗 快去找个绳子来 不要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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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 外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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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不是让我去找原菜吗 他可生我的妻眼 他每天写字的时候 都会叫我背一首诗 我一直很用心 很努力的学 我好希望我能背得上他 你知道吗 可是 我就是不够聪明 有的时候会忘了吗 我会拼命去用功的 我干活的时候我也背 不干活的时候我也背 每天睡觉前 我一定把当天教的背的烂熟为止 娘 你让我去告诉他吗 要不然他会一个人躲起来 失望难过的 娘 求求你吗 求求你 放我过去吗 求求你 放我过去 我要去找原菜 我要去跟他解释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让我过去吗 出来 找原菜 出来 求求你让我过去吗 出来 你冷静 不要去找原菜 你听我说 你找不到原菜了 因为原菜已经死了 不存在了 九年的时间 让他默默以躬 让他行销骨灰 让他换回一点程度 你已经清楚了吗 你认识说什么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你 你原来认识他 只是一个逃避现实 逃避新闻 把自己囚禁了起来 可是 你一直被他好过了吗 没有 你只有更孤独 更寂寞 对不对 因为你在也无法跟任何人 尽常的交代 外面时时刻刻有一股烈 忠爱你的心闷 外面自己一个人的 无尽奋斗 拼命的抵抗 你当得好累 当得好累呀 这种痛苦跟牵扰 别人不会懂 而我懂 因为我也苦苦地倒了酒 够了 真是够了 这些人 把这些放出来 把这些放出来 不要放出来 我要去找原开 我要去找原开 你够了 够了 这个够了 自己让轻点 把自己放出来 把自己放出来 不要 我要去找袁凯 我要去找袁凯 他死了 他死了 死了呀 你不要再 胡说 胡说 为什么要胡说 你为什么要脸说话 你要走出来呀 我讨厌你们 讨厌你们 你别吓他呀 他已经够可怜的 让我去跟他说 金金石热 你别吓我呀 他是害怕的呀 我要去安慰他 我可以让他安静下来的 你们都看见我的 你让我去吗 让我去吗 让我去吗 不要过来 谁也不能再过来 我都要打人呢 我都要打人呢 走 走 你看着我 我是娘啊 我 听话 把棍子放下来 胡说 你不要再过来 你放下来 娘你别这样 你连外婆都不认得了 不要吓 小草 快别叫了 她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 不能再刺激她 原来她整个人都疯了 胡娘她不是疯了 她不是 娘 想想你的小草 我陪你去放小草 我 我们一起给她唱歌听 你快点头 快做好啊娘 快点头 快做好啊娘 没有小草 保重了我的小草 没有冤凯 你们抢走了我的冤凯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你怎么能打我呢 你为什么要打我 我是你的女儿啊 你怎么会打我 你怎么能打我 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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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们 冷静一点 我是你们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快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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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救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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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小草 我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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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睁开眼睛了 他醒了 孩子 求求你没事 求求你看我 小桃 你不喊我们没关系 求求活得好好的 孩子 你听得见我们吗 小桃 我 我去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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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乱药 别动别动 他在他房里 他怎么样 我还不开呢 我还不开呢 不行 你还不能下床 可以 可以 不可以的 多吃点 吃两个行不行 来吃三颗 一颗一颗 只能吃一颗 你这样这样 多吃一颗吗 不可以 医生特别交代过 别这么做的 你忘了吗 我没忘了 可是他怎么又昏倒了呢 是不是用药量不够 所以才有犯呢 不是的 小桃是受了刚才 突发状况的刺激 我们都明白 现在不能因为心疼 跟着急就方寸大乱了 擅自加重药量 就会让小桃 更加的依赖药物 而衍生出更多的后遗症 可是呢 哎呀 我们就别乱出主意了 就听世伟和清清的好不好 是不是 我错了吗 我是急胡子了吗 快把药吃了 我不要吃了 你为什么都不听我说话呢 我不要急 我本来也有这颗毛病 你又要不知不知道 你们都在这管我 你别管我 你们都不管 他不管你 是不是 是不是 小桃你别生气 千万别激动 你才刚刚醒来 待会儿又昏倒了 小桃不要碰 小桃 好好好 好 我们不碰你 乖 静下来听我说 我早已经派人去医院 把精神科最好的医生请来 给你娘看病了 我们没有不管他 是 因为刚才你昏倒了 你脸色那么苍白的 一动也不动 我们怎么敢离开你的身边呢 对呀 你娘那边 有你外婆 有月娘 还有大海在照顾着 乖乖 还有医生 另外再有常规负责两头跑 让我们双方都知道彼此的情形 对呀对呀 医生一到就跟你娘打了针 让她安静下来 然后仔仔细细的检查 所以你放心 你娘她没事 她很好 刚刚常规还来说 你娘已经睡着了 是啊 对呀 哇 天天那好不好嘛 我的帽子呢 还有我的鞋呢 你才刚刚醒来 应该赶快吃药 好好地休息 啊 好 这样算了 你不够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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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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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在我们眼里有多难过呢 尤其是你爷爷奶奶 真不晓得他们心里有多痛啊 就算你不在乎这些吧 你只在乎你娘一个人 那么为了她 你应该要好好地爱惜自己身 是不是 宝宝 宝宝 我是你的宝宝 不需要了 快 快呀 慢慢喝 你不要再难过了 谢谢 大哥 大哥 你现在可以去看我娘了吧 我再拖来去用你了 我再拖了心心 好好好 下次不可以再不吃药了 吃饭了 吃饭了 这样才乖 这样才乖 紧紧的变成 天不又天不老 夜火烧不尽 平日可怕风行不倒 卢总 浙总 我们出去谈的吧 朱总 我们出去谈的吧 好 请一定记得按时给他服用 如果他的情况有所好转 药也不能中断 知道吗 是 我会牢牢剧毒的 医生 你的意思是说 他必须一直依赖药物才行 难道没办法将他真正治好吗 精神方面的疾病是相当复杂的 给他痊愈了 给他时好时坏 给他每况愈下 各种例子都有 至于舒兰嘛 他的病情拖了太多年 实在不乐观 你们说他伤人伤己的行为 十而有之 那么我认为应该尽快的 将他驾驭隔离 隔离 是的 他不适合跟正常人生活在一起 驾驭隔离 一则可以避免不幸的意外发生 二则有专门的照顾和医疗 上海就有这种收容精神病患者的地方 我建议你们把他送去 不可以 不要帮我让他走 你醒了 这个怎么样了 头还疼过 就叫我担心急了 你娘不能保护你 反而会伤害你 我真心疼了 拜托 你就是说 我不要紧的 我这个头疼的毛病 是让车子里撞出来的 不是娘的错 其实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那样大喊大叫的 把娘给吓坏了 如果我好好跟他说 他会听我的 真的吗 拜托 你千万不能帮你医生 好不好 可是 医生说的是对的 你娘是不适合跟正常人一起生活的 这点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像今天这样危险的场面 还会不时的发生 我 我回来错了 我不该感情用事的 麦国 还是我先开口吧 你大家为难 你不麻烦送他到上海去隔离了 我带他回宋州去 这些年 我们在那边的日子 其实就跟隔离一样 我照顾他 我跟他一起隔离 宋少 你这是什么话 书兰一顿发舵 固然是闹了个鸡飞狗跳 可是我们有哪一个人 说了半句嫌弃的话了吗 不然 谁有谁给你脸色看 让你觉得待不下去 你说 你告诉我